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 理应严格遵守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台 这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取消佩洛西众议长访台计划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